欢迎回来一起来关心国际消息 埃及总统穆希发布临驾于司法审查的扩权声明 引起各界抗议 首都开罗广场上民众是持续的在抗争 埃及最高上诉法院和开罗上诉法院在周三宣布罢工 要求穆希撤销声明 而穆希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掌握的制宪会议 仍然是执意的要完成新宪法草案 想要强度关山引发各界质疑 埃及两所最高上诉法院周三开始集体罢工 要求穆希撤销日前颁布的声明 该声明规定 司法部门无权解散制宪会议 也不得审查总统发布的总统令 直到新宪法颁布 日前宣布穆希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制宪会议 宪法法庭表示感受到了穆希政府的攻击 开罗的广场上民众搭起帐篷住手 穆希的新宪法声明已引发了埃及各界广泛的抗议 反对派指责他独揽大权 凌驾于司法之上 与前总统穆巴拉克没有什么两样 制宪会议近日加速完成了 宪法草案将复表决 但最高宪法法庭本周日也将召开会议 有可能再度解散制宪会议 而穆希政府如果强行通过新宪法 可能将升高社会冲突 华府方面表示正密切关注 并警告开罗当局 若开民主倒车将影响大笔国际援助金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 大笔国际新闻部编码